嗨大家好,我是小一智 這一集開箱Descendent 2021年的這一件八甲的帽T 那它設計蠻簡單的,素素的 主要在視覺上有設計的就是左胸前這個電鏽的金玉鏢 然後再來就是底下這個,就是一般正常會有這個尺寸鏢 然後再來比較跟其他帽T不一樣的是 它這個右手臂這邊有這個Descendent的,這是布標然後繡上去的 這不是電繡標齁,不太一樣,你們看一下 OK,然後在視覺上主要比較不同的是它這個布料的這個織法 會有看起來在視覺上有這種一條一條一條的效果 好,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的話,比較不一樣的是它跟一般的帽T不同是它織法不同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布料是沒有這麼厚的 就是跟那種很多品牌追求的那種高棒不一樣 它是比較薄的,那適合春夏穿 那在內部的話它又把這個布料就是做 做怎麼講,它是做有點這種毛絨的效果 把這個棉線就是有點像是做拔出來有沒有,看得出來嗎 就會有這種刷毛的這種效果,它是薄薄的 那也不會到說像是那種絨毛那種保暖的機能 就是這麼熱這樣子,這比較適合現在春夏或者是秋天 沒這麼冷的天氣這樣子 OK,然後版型上的話跟這一季的Descendant的帽T是差不多 就是都一樣,然後這是3號 那這款比較薄的話,穿起來也比較有垂墜感的感覺 就是它沒有這麼厚嘛 就是垂墜感比較好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嗯,差不多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掰掰